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完了兄弟们 男子说完了兄弟们 所有的中概互联雪崩 所有的人民币计价资产全部暴跌 最恐怖的事情是离岸汇率已经7.25了 很多人对汇率没什么概念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现在有一家公司 它价值100亿美金 在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情况下 在老外的眼里 就相当于你100亿美金公司市值在缩水 你原来的100亿美金 可能就只值90亿美金了 汇率波动对于外资 对咱们的定价是非常受影响的 这几天你们也能看到 其实A股跌的其实还行 也就一个多点 前两天一个点不到 但是你们看看港股 港股外资是最多的 港股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暴跌 咱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控制一下汇率 在汇率再跌下去就彻底完了 上周川普获选后 共和党又拿下美国参议院多数席位 控制众议院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这超乎预期的三连胜 让资本市场持续兴奋 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的特朗普 曾公开承诺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 他计划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 征收统一60%的关税 而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则征收10%至20%的关税 如果这一政策付诸实施 可能会再次引发贸易战 特别是在纯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制造商在价格竞争力方面处于低价倾销的状态 特朗普表示将对中国进口的EV征收100%至200%的关税 并且不仅包括从中国进口的汽车 还包括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品牌汽车 早在9月底 拜登政府就提高了根据商通法第301条制定的制裁关税 现在已经对中国制造的EV征收100%的制裁关税 让特朗普前政府启动的对中关税政策 在县政府中得以延续 并有可能在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后进一步扩大 对此有专家表示 人民币将面临巨大压力 下跌至少50%才能抵消关税带来的影响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国际金融研究所前首席经济师罗宾布鲁克斯 在他的文章中分析道 如果川普真的实行关税政策 中共当局可能迫切需要让人民币贬值 以应对因关税上升带来的经济压力 他举例说在2018年 美国对其一半的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25%的关税后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10% 几乎与关税冲击形成1比1的对冲 结果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国进口价格几乎没有变化 关税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几乎没有造成通货膨胀 假设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在考虑到2018年以来已经实施的关税的基础上 人民币对美元可能需要贬值50% 才能保持出口到美国产品的价格稳定 那这么说来人民币下跌破10都有可能了 根据花旗银行更早一点的测算 如果关税加到60% 那么人民币至少要跌到8.3% 这些预测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吓人 最主要的是这些预测并不是什么宁可业余 金融爱好者露宾社做出的 还都是严肃的专家意见 事实证明这些专家们猜测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并没有错 在选举结果出来后的一个星期内 人民币汇率急速下降了1000多个点 直奔7.3大关 女子说太可怕了 人民币暴跌了1000多个点 这到底发生了啥呀 这手里的钱又要开始贬值了吗 这事关每个人的钱袋子 就在最近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度从7.09暴跌到7.25 这是跌了1000多个点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大选结束 特朗普重返白宫 这不仅会让人民币汇率贬值 还会对国内的物价产生重大影响 有中国网友认为 美国倒逼人民币贬值是为了制裁中国 而眼前的趋势还不是最糟糕的 更糟的局面还在后面 男子说人民币汇率跌了 这新鲜吗 特朗普来了 你想不跌也不行啊 他直接给你加了60%的关税 美国都是算计好了的 先把你这个关税提上来 让你出口不行 倒逼你人民币贬值 你人民币贬值了 你的话语权就低了 没法用人民币结算了 因为人民币不值钱了 美国制裁中国都是一个组合权 不要单看眼前这一点 出口肯定要倒霉 但不只是出口问题 虽然说明年春节多放了一天假吧 不过明年的春节 肯定是你史上最难过的一个春节 明年1月20号 特朗普彻底上任后 直接加60%关税 这个春节你还怎么过 春节过完了之后还有班上吗 明年肯定会让中国人民过一个终身难忘的春节 到时候至于关于汇利的问题 可能都不算是问题了 自川普盛权以来 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特定的期权交易模式 尤其是美元看涨期权 即预测美元会走强 对一些主要货币如人民币和欧元进行了大量交易 根据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私人控股金融公司的数据 欧元对美元和美元对人民币 这两个货币对应的期权合约在交易量上非常活跃 特别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期权 美元对人民币看涨期权交易的名义价值至少达到1亿美元 这些交易的数量与看低期权相比为3比2 投资者更偏向于压住人民币会贬值 即使早在今年9月份人民币国际使用率就已经放缓 全球支付占比出现了昼降 不过随着川普的胜选这一趋势在迅速加剧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10月3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9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下滑至3.61% 较上个月下跌1.08个百分点 结束了连续10个月 人民币国际支付比例处于4%以上的势头 中共力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俄乌战争爆发 俄罗斯被排除出美元体系以来 人民币的使用量快速攀升 从2023年11月以来 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已连续10个月在4%以上 但是这种涨势在今年9月明显放缓 根据Swift机构的报告 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名单中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支付比例排名下跌一名 到了全球第五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 美元占47.01% 按月下降2.06个百分点 但仍排第一位 排第二位的欧元占22.56% 增0.98个百分点 英镑占7.41% 增0.91个百分点 排名第三 日元增0.29个百分点至4.27% 排名第四 与8月相比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 百分之23.55% 同时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 百分之0.67% 美国大选结果还引发了一波 旨在从美元走强中获利的交易 摩根大通银行新加坡分行 亚太区全球客户销售和营销主管尼拉吉 阿塔夫雷表示 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 现在有很多在亚洲时段进行外汇交易的客户 正在考虑使用期权来表达他们对美元升值的预期 特别是针对欧元日元和离岸人民币这些货币 对于即将面对的大波制裁 中共方面也罕见的出现了大动作 就在最近中共罕见的对明年的假期天数进行了调整 官方宣布从2025年起 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两天 其中春节劳动节各增加一天 以此对放假调休原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这个变动有网友认为事情并不简单 他说刚得到消息 2025年增加两天假期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要往深层次讲 这个增加两天假期 它真实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真的为了让你多休息两天吗 其实不是的 它是为了提振内需 说明国家在这方面开始陆续有政策出来了 这只是一个动作后面还会有很多的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想一想 欧洲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的国家 他们在处理对待失业率这件事情上 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什么 就是放假 你看有些国家 它一年365天一半的时间 170几天都是在放假 类似于像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当他们国家失业率高的时候 就是用放假来解决的 把假期增加了 失业率就立马改善了 所以这次动作背后的逻辑 我们可以好好的品一品 也有网友认为 这次罕见的增加假期的政策 也说明政府开始重视内需了 中共政府应该也感觉到 在此次选举结束后 他们会面临更多的制裁 不能再靠出口外资这些外部经济增长 来维持经济了 而未来的方向只能是让内部消费 来扛起中国的经济大旗了 这么说来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心直肚明的 他们知道无论是2018年的关税制裁 还是即将迎来的60%关税 都是美国对中共长期以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反击 这些关税并不是为了抑制中共的发展 而是旨在打击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9月份 美国国会众议员一个专门关注中国议题的特赦委员会 两党领袖呼吁行政部门采取行动 积极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9月25日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 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由于中国长期通过大量补贴产业的方式 在全球进行不公平贸易 美国必须重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他说我们看到他们为了挑选一个全国冠军 给予大量补贴 试图通过不道德和非法的做法 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 我们也关注到他们在半导体等领域也是如此 我来自密歇根州汽车行业对此非常关注 我们的政策需要反映这一现实 我们在电信和其他领域也看到了这一点 穆勒纳尔还强调说 我们一直把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正试图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而实际上他们却利用不公平贸易手段 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之后 现在又利用掠夺性手段将美国企业赶出市场 我认为我们需要重置这种关系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 非常认同穆勒纳尔的观点 同时他也进一步表示支持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战略性关税 他说如今中共基本上生产超过内部需求 无论是玻璃纸张钢铁甚至电动汽车都是如此 然后他们以压低竞争对手摧毁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口过剩产能 坦率的说我们在电动汽车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况 他们已不接近实际制造成本的价格 向全球出口比亚迪汽车 我们必须做的是要实施战略性关税 还有其他事项 这是唐纳德特朗普采取的一项政策 乔拜登继续执行 我们也将继续支持这一政策 我认为下一届政府不管是谁都会继续这样做 你必须这样做 因为你必须保护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就业的能力 我相信竞争 但不是清销 不是不公平竞争 从2001年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 在这20年里 中国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地缘战略格局 一方面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连接 发展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 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很多领域并没有全面履行承诺 凭借其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实力 对世贸规则和争端解决诉讼程序的熟悉和掌握 他们开始利用世贸组织自身制度上的缺陷 为自己牟利 并逐渐成为一股挑战全球贸易秩序的强大势力 今年年初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 西方制造商对中方不公平竞争的抱怨正在增加 当中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宣布 他将在德国的电动车价格下调5%至15%后 奔驰公司已就此发出警告 节利润受到电动车价格战的残酷打击 该报道还引述FIM Partners分析师指出 北京花了20年时间摧毁新兴市场制造业的竞争对手 或将他们挤出全球市场 现在则威胁要对已开发经济体的制造商做出同样的事 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认为 美国和欧盟正面临艰难的选择 要不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要不就成为推动中国供应廉价商品的力量 面对越来越高的关税制裁 中共还在垂死挣扎 他们还在寻找钻贸易规则的空子 试图躲避关税政策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 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活动上指出 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现在开始试图寻找方法 规避美国关税 克里希纳莫蒂说 他们开始试图通过所谓的转运来逃避关税 他们很有可能将车辆送至墨西哥 然后在墨西哥盖上印章说这是墨西哥制造的 然后通过美国海关进入美国 尽管在制造这辆车的过程中 在墨西哥并没有增加任何价值 我们必须将这种行为作为贸易犯罪进行起诉 因此我们已经提出了相关立法 因此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来适应这种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在对中国进口的EV征收100%至200%的关税 加上了墨西哥中国产汽车的原因 同样被钻漏洞的还有美国的小额包裹最低限度免关税 今年9月初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揽子28项与中国有关的立法措施 据集美中在先进技术领域竞争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行动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 除了技术领域的法案 众议院接下来将继续推动解决与中国投资有关问题的法案 众议院中共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活动上也提出 他希望下一步能锁定解决中国利用小额包裹最低限度免关税的贸易漏洞问题 按照美国现在的小额包裹最低限度免关税规定 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以免税进入美国 两党议员认为这些漏洞使主要来自中国的制造商 能够通过邮寄小额邮件逃避关税 导致大量非法和不安全的产品涌入美国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提到 2023财年又超过10亿件此类包裹进入美国 另外也有白宫官员直接点名指出 在最近几年小额包裹增加了5倍多 主要原因是西音和Tim等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的爆发性扩张 穆勒纳尔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对外投资制度 不要投资这些在某种名单上的企业 我们不应该帮助中国军队 我们不应该支持种族灭绝 帮助中共实际上是为我们的灭亡提供资金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而对于川普2.0版本的贸易战 中共方面应该很难应对 因为在经历三年多严苛的新冠疫情管理后 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和消费者信心疲软 出口是中国仅剩不多的经济引擎之一 时事评论员文昭认为 人民币的快速贬值会引起一个系统性的反应 就是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会光速贬值 就会引来抛售的狂潮 本来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再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外力作用的话 那就会导致中国的信用体系整体崩塌 对此中共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速度 以比较慢性的失血来避免光速的休克 当然哪怕是慢性失血也是相当痛苦的 现在加关税加多少和什么时候加 这些发球权没有一项在北京手上 所以说此次中共并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够被动的应对 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专栏文章的观点也提到 北京这次的潜在应对措施比较有限 尤其是因为存在人民币过度贬值的风险 报道还强调 假如中共通过贬值缓解贸易冲击 势必进一步加剧资本外逃的势头 就例如2015年和2016年期间 当时中国人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大量资金被兑换成外币 造成外汇储备急剧下降 损失了至少1万亿美元 可以说这一次不管中共如何做 都会让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无法回头的末路 好 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